沃尔特迪斯尼是美国著名的动画大师、企业家、导演、制片人、编剧、配音演员、卡通设计者、 局势闻名的迪士尼公司创始人。 迪士尼1901年12月5日出生于芝加哥哈尔莫瑟街区的Trip Avenue,1249号。 同年时代的迪士尼最爱读马克土温的小说,整日里充满了各种神奇的幻想。 他完全按照自己想象完成老师布置的绘画作业,结果遭到老师的读挡。 上高中时,他的漫画作品逐渐得到同学们的认可,被刊登在校刊上。 那时,每周他都抽三天时间去芝加哥艺术学院韩寿班学习解剖学、漫画技法和写作技巧。 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此接受正规的艺术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迪士尼来到法国,拿着自己的画稿, 四处求职,去一次次碰壁。 后来听说有两个广告画家要找一个学徒,就毛遂自剪前去应试。 他们看了迪士尼的作品后,一星期后,正是雇佣了他。 迪士尼的工作任务是,为农场设计圣诞节商品,为鸡饲料设计广告,为剧院画节目单。 这一切对他来说,一如反掌,然而好景不长。 他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辞退了。 与他同时被辞退的还有吴比伊沃斯克。 1920年,圣诞节前夜,吴比到迪士尼的住处看望他。 他们感慨万千,一直谈到深夜。 吴比伊沃斯克提议,如果没有人肯雇佣他们,他们可以自己干。 迪士尼顿时信心倍增,决定成立伊沃斯克迪斯尼广告公司。 第一个月,他俩找遍了所有可能找到的业务,懒到了几桩生意,共赚了135美元。 不久公司就陷入停业的境地。 1920年1月,堪萨斯是幻灯片公司招聘画家。 迪士尼听从无比的劝告前去应征。 换灯公司的老板,很满意迪士尼的漫画,以每周40元的薪水,雇佣了他。 两个月后,迪士尼说服老板,也雇佣了伊沃斯克。 他俩的公司,则正式关门了。 迪士尼进的公司,不久便改名为堪萨斯是电影广告公司。 迪士尼认为这种动画制作太简单,画面的动感不真实,便下决心发明新的方法。 增强真实感。 经过改进,迪士尼和伊沃斯克在车库里制作的卡通影片的质量,超过了广告公司制作的产品。 他拜访了纽曼公司总经理费尔德,向他推销自己制作的卡通影片。 费尔德很欣赏迪士尼的影片,同意购买。 迪士尼把自己的影片,命名为欢笑卡通。 他和无比脱离了堪萨斯电影广告公司。 用筹集来的1500美元,开始经营欢笑卡通公司。 一位牙医来到欢笑卡通公司出500美元拍摄一部宣传牙齿健康的影片。 这笔收入,给迪士尼带来了新希望。 他用拍牙齿保健影片剩下的钱,拍摄另一部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 他让一个真实的女孩,在卡通片中扮演爱丽丝。 迪士尼为自己卡通影片制作中,这一创举,兴奋不已。 他认为把真人和卡通放在一起表演,必定会大受欢迎。 爱丽丝梦游仙境刚完成一半,欢笑卡通已欠账几千美元,公司无法维持下去。 而宣告倒闭,迪士尼决定去洛杉矶好莱坞投靠哥哥罗伊。 1923年的《好莱坞》已是文明全美的电影之冬。 他对好莱坞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他试图走进这片神奇的世界。 第二天他来到环球公司人事部,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要求当一名导演。 但公司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 迪士尼相信他以新方法制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仍然可以获得成功。 他给之前熟悉的纽约卡通片发行人温克勒小姐写信。 温克勒小姐看过之后,给沃尔特回电。 相信卡通系列可以销出,此片为新片,需大力宣传,故需要你的合作。 投六部片子每部付1500元。 为表示诚意,六部片子每一部已经收到即将款。 全部付上迪士尼欣喜若狂,马上和弟弟一起筹划建立新的卡通电影制作公司。 1923年10月16日,迪士尼和温克勒小姐正式签订合约,把爱丽丝卡通电影的发行权卖给温克勒小姐。 迪士尼又回到了卡通电影制作行业。 这一年他22岁,迪士尼和弟弟罗伊以每月10美元的租金租了间废弃的小仓库。 迪士尼兄弟公司正式在好莱坞开张了,并聘请了之前的合作伙伴乌比伊沃斯克来担任动画绘制工作。 他们在好莱坞买下一块空地,破土兴建属于自己的总部,还从欢笑卡通公司那些优秀的学徒中,聘请了几位动画家。 迪士尼兄弟公司规模虽然还小,但也像模像样了。 不久,迪士尼告诉罗伊,公司需要更改名字,由迪士尼兄弟公司改名为沃尔特迪士尼公司。 他认为单个的名字,比带兄弟的名字更有吸引力。 他要让人们知道,最重要的名字是沃尔特迪士尼。 弟弟罗伊从耸间没有滋生,他对名声不在乎,而喜欢在幕后操纵一切,以集中精力赚更多的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